同学们早上好 今天我们接着上一次讲 上一次我们讲 介绍这个马克思的生平 和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我们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发展 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呢 是1841年到1846年 这是他的时期 实践维吾主义的创立时期 第二个时期呢 是1846年到70年代 这个时期 马克思系统的探讨和散发了 维吾主义的历史观 创立了资本主义理论 第三个时期 是70年代到80年代 马克思在这个时期 探讨了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问题 构成了马克思晚年的思想 在这三个时期当中呢 我们把第一个时期 1841年到1846年 也就是他的时间维吾主义创立的时期 分为四个小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是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的这样一个阶段 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因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从1839年开始作所写的 但当他博士论文完成的时候 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点 基本的哲学观点 和这个青年黑格尔派呢 开始分立出来了 所以这样呢 我们把这个阶段呢 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创造的第一个阶段 那么另外一个阶段呢 是第二个阶段 就是1841年到1844年 也就是他从莱茵报到德伐年间的时期 在这个我们呢 开始讲到这个时期 今天我们接着这个 这个时期讲 那么我们前面讲了 就是初始马克思 转向政治和法学 法则学批判的 是三个因素 一个呢 是临摩盗窃的问题 第二个是 对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调查研究 第三个是 关于出版自由问题的辩论 在这个时期 我们讲了这三个因素以后呢 我们要讲 现在呢 我们要讲两个 两个这个因素啊 在这一时期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第一个因素呢 需要考虑的 是菲尔巴哈的哲学 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就是说 一个 第二个因素呢 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 开展的历史研究工作 历史研究工作 那么我们看一看啊 这一时期 马克思的这个 这两个因素 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的形成 也就是说 他的哲学创造 起了哪些作用 首先我们看一看 菲尔巴哈 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菲尔巴哈 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是菲尔巴哈 的研究方法 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他的研究方法 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就是菲尔巴哈 他在批判 宗教和黑格尔的 思辨哲学的时候 他把这个 被黑格尔颠倒的 主观和客观关系 把他颠倒过来了 颠倒过来了 那么这样一个 就是说他就通过这个宗教 把宗教啊 还原为人的批判 还原为人的批判 他说宗教呢 他说实际上是什么 人把自己的一般 就是说人他有本质的东西嘛 那个本质是抽象 就是把抽象的 自身的一个一般的东西 放到这个人之外去了 把它变成了上帝 所以呢实际上 人所崇拜的那个上帝 实际上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 这样一个方法呢 对马克思的思想 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 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 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 就是菲尔巴哈 他在批判黑格尔的时候 他是要把什么呢 要把人 就是把人啊 从抽象的人 还原为现实的人 还原为现实人 那么这样一个思想呢 也对马克思提出了 这个有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啊 他提出 人是法律规定的存在 他说人啊 是法律规定的存在 当他提出这个 这个概念的时候 就是把人 作为法律的尺度 而不是把法律 作为人的尺度 这是一个 同时呢 马克思在对 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当中 提出了关于 人的本质 异化的命题 那么用这样一个命题 也就是说 用异化来批判 现成的政治和国家 这就形成了 他的一个 批判的这样一个 主导思想 主导思想 那么这两个方面啊 也就是说 他的人道主义的理论 以及他的方法 对马克思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那么决定了这个对马克思思想 我们考察马克思思想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我们知道啊 从这个 人道主义 人本主义的这个角度 来理解 马克思的思想 创造 马克思的这个世界观的变革 如果说 我们说马克思哲学的产生 我们前面讲了 他是批判了这个 传统哲学 也就是说 整个近代以来的这个近代哲学 包括黑格尔 青年黑格尔派在内的这样一个近代哲学 转向了现代哲学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如果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个哲学观念的变革 那么我们现在要讲的什么 这样一个哲学观念的变革 它是怎么发生的 它的主导线索是什么 主导线索是什么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讲费尔巴哈的影响呢 就知道 马克思的这个哲学观念的变革 它是围绕着人的问题 人的自由问题展开的 也就是说 是它的一个 人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思路 人文主义的思路 它是怎么来的 这一点呢 它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 所以我们这是要强调的第一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马克思这一时期啊 他研究历史学的一些新的成果 新的成果 这个我们已经讲了 这个成果呢 主要表现在它的 克罗茨拉和笔记当中 克罗茨拉和笔记当中 克罗茨拉和笔记呢 是对24本著作和几篇文章的遮要 这样一些 就说这个24本著作的这样一个 哲耀 他们的这个作者呢 有政治学的古典作家 包括马基亚维利 孟德斯鳩 卢梭 这都是一些这个 政治学的古典作家啊 也就是实际上呢 是从这个文艺复兴以来的 包括特别是 这个18世纪的 法国维吾主义啊 这样一些研究啊 对马克思人影响很大 那么这是这是一部分 那么还有一个呢 有近现代德国 法国比利时的作家 作家 这些作家呢 他们的这个 涉及的这样一个内容呢 包括法国 英国 德国 瑞典 波兰 威尼斯 以及美国的历史 美国的历史研究 那也就是说 把一些资本主义发展的 这样一个典型形态的国家 都做了一个很多的 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么这个时间呢 是从公元6世纪到19世纪的30年代 一共呢 涉及到一共2500多年的世界史的事件 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啊 通过这个可洛茨拉 从这个可洛茨拉和笔记啊 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对当时的历史学家的 这样一个成果呢 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而且进行了很多的这个研究 这个研究呢 就形成了他 变革黑格尔哲学 以及所有前面哲学的一个现实的基础 就是他是 他为什么能够 这个研究这样一个 就是对以前的 先前的这样一个哲学 做一个重新改造 那么他是从 对自身的 不是说他是从一个哲学概念 到另外一个哲学概念而来的 而刚好呢 他是退到了对现实的政治 对现实的 对这个人类的 这个从2000多年来的 这个历史 特别是对当时的启蒙思想家的 这样一些历史的 这样一个历史学的成果的 这样一个研究 然后奠定了自己的 这样一个政治批判的 这样一个哲学批判的一个基础 那么在这个 在这样一些影证当中呢 马克思的这个 克罗尔茨拉和笔记 他是按照这个 虽然他很多啊 有很多历史 但是马克思在研究的时候啊 他是有主题的 他是有主题的 这一个主题呢 主要是围绕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 就是他主要 这个部分呢 他主要围绕着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 一个呢 他是围绕这个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 这个问题展开的 第二个呢 他就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国家是从市民社会的 异化过程当中产生出来的 就是说 整个人类历史发展 是怎么样 从这个 就是由于市民社会的发展 由于市民社会的发展 国家是他的演变过程 市民社会的发展 决定国家的这样一个演变过程 所以也就是说 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 这样一个历史演变 这就是 这个研究啊 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在研究这个历史学的时候 他不是杂烂无章的 没有目的的一个阅读 而是为了什么 展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就是说你要展开 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 它就包含什么呢 一个是逻辑层次 在逻辑层次 你要弄清楚 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 第二个是在历史层面上 你要看清楚 这个社会 从古代社会 到现代社会的发展 它的历史过程是什么样的 就是作为这个社会结构 变化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那么马克思在这个地方呢 实际上呢 就是按照这样两个主题展开的 当然马克思在这 讲这个历史演变的时候 因为它是强调 这个国家是由市民社会决定的 所以它在考察 古代到现代社会转变的时候 就强调 实际上这个转变的实质 就是国家从政治国家 到现代国家的转变 也就是说 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 国家前面的这样一个 政治国家形式崩溃了 然后发展为 现在的以经济为基础 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 这样一个新的国家形式 也就是马克思说的民主制 就是民主制国家 那么按照这样一个主题呢 它的所有的笔记啊 分为三组 分为三个 三个这个相对独立的 独立的研究内容 那么第一组的内容呢 是关于所有制的研究 关于所有制的问题的研究 就是说 马克思研究了这个 所有制的产生 这个所有制是怎么产生的 它的历史的不同时期 也就是说它在古代社会 封建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发展 以及它的不同形式 不同形式 它的不同 除了考察这个所有制以外 那么他 马克思在这儿还考察了 财产关系和政治关系之间的联系 就财产关系和政治关系之间的联系 考察了财产关系 对国家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影响 整个社会制度的影响 所以呢 在这个部分呢 马克思就用这个 也就是在第二册的笔记当中 他的这个 他就用这个所有制及其结果 所有制及其结果 这样一个概念呢 把它开阔起来 证明它是第一组这个材料的内容 第一个材料的内容 那么第二组的内容 第二组的内容 它就是标 它在这个第四册的笔记上面 如果这个是第二册的笔记 是第二册的笔记 包括一二册 主要是在第二册笔记上面呢 把它标明 包括这个第一二册 我们看看这个第二组 第二组的内容呢 它是在这个第四册的笔记上面的 这个缩影的标题啊 打了一个等级差别 打了一个等级的差别 就是它第四册的笔记的缩影上面 写的一个等级的差别 那么第二册的笔记上面 它要以贵除 关于特权的产生 特权的融合 市民等级为标志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用这些标记啊 标记什么呢 它是主要研究 阶级的产生 和阶级的特权的问题 阶级的产生 和阶级的特权问题 以及等级特权的性质 以及等权特权的性质 研究从封建等级 向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 过渡方面的材料 就研究了 从这个封建等级制 向阶级社会过渡的 这样一个材料 那么由于这样一些研究啊 特别对于这个封建社会的 等级制度的研究 马克思呢 获得了关于封建社会的阶级阶层 以及中间阶层划分的 比较明确的认识 比较明确的认识 从这个里面呢 马克思其中还注意到一点 还注意到一点 就是有关中世纪的贵族 和城市的上层的地位 和权力的叙述 这个叙述啊 就是说对这个 中世纪的贵族和城市 上层的这样一个地位的 和权力的这样一个研究啊 对于这个研究 有关特权的产生 以及政治权力的根源 这个问题啊 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马克思在这个研究当中呢 特别注意英法 两个国家的这个封建社会啊 英国和法国 因为他们是这个 当时是资本主义法达的 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他就研究这样一个 以英国和法国为案例 研究这个封建社会内部的 新的资本主义制度萌芽的产生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比如他以这个法 以法国为例 就研究了中世纪城市的产生和发展 资产阶级的形成 及其为自己权利而进行的 反封建的斗争 这是他的这个对法国的研究 那么在研究英国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同时呢 马克思还特别注意到 王石为王权政权的利益 而支持城市市民反对大封建组的 这样一个斗争 这样一个斗争 同时呢 在这个部分呢 马克思还遮入了 反封建的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重要事件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在研究这个历史啊 它是一个有主线的 就是围绕国家和市民社会的 这样一个线索啊 来进行研究 这个研究是什么 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它可以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 作为一个研究 以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 用什么东西去研究 你不能够仅仅是 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那是马克思后来 在研究当中得出的结论 你必须要从它的现象 从它的这个社会的结构的变化上面 来进行研究 其中呢 包括从这个什么 就是当时这个 因为这个欧洲的这样一个 资本主义产生过程 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包括它的这个王石 贵族 它的这样一个变化 包括它的这个生活方式的变化 都对资本主义的起源 有着很重大的作用 有着很重大的作用 所以如果不连就这一段的话 不连就这个王石是怎么瓦解的 是怎么瓦解的 它对处使新兴资本主义的产生 起了什么作用 这个包括什么 包括它的消费 它大量的这个消费 使这个财产呢 从这个贵族手上 这个流落到新兴的资产阶级身上 然后呢 包括它们的这个 由于它们没有钱 又要需要这个奢侈 又要消化 那么和这个资产阶级 这个新的爆发户进行联盟 就是婚姻的这样一个联盟 怎么推动这个 在各个行业 比方说 它们消费所需要的这个行业 这个珠宝啊 这个纺植啊 什么各种各样行业的 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发展 这样一些过程 它实际上都和这个王石是有关系的 包括它的这个权力思想的 这样一个影响 以及对资产阶级 新兴资产阶级的一个要求 比方说你新兴资产阶级 你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这个贵族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啊 都对他们提出了很深的影响 都产生了这样 所以你要研究这个资本主义的 这样一个起源的过程 它的经济发展 它的政治 它的思想观念的形成 你就必须要研究 这个封建的这样一个王石 和最初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关系 所以马克思在这样一个 他的这个第二组的 这样一个内容当中呢 特别对这个封建 就是封建王朝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啊 进行了考察 这也是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考察的一种方法 一种方法 这是第二组的内容 那么第三组的内容呢 是国家和法的问题 这个国家和法的问题呢 也就是什么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问题 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问题 那么要探讨这个立法权和行政权 以及和专制主义形成相联系的官僚机构的产生 就是说和这个专制主义相联系的这样一个官僚机构 以及他的产生 以及官员和国 这个国王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王的特权 代议制和人民主权等等问题 也就是说 对这个社会的政治结构 对社会的政治结构 做了一个很深刻的分析 那么从马克思的这个 这个一个主要体现在他的第二本和第四本的这样一个笔记当中 在这个笔记当中呢 反映出啊 这个国家和法的问题 国家和法的问题 是马克思思考的 当时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 那么马克思以这个法国 美国和德国的历史研究为主呢 这个因为这三个国家 法国是当时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是吧 他这个法国大革命 首先在他那儿 就是这个资产阶级的这样一个革命 首先在他那儿产生了 那么美国呢 是后起的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德国呢 是一个刚刚兴起的落后的资本主义 刚刚兴起的这个国家 那么这样就是说 这三个国家代表了这样一个不同 在当时的这个不同的类型 马克思通过这三个国家的这样一个考察 就了解了中世纪的等级代表制的议会机构 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呢 是资产阶级国家代议制的历史先驱 就是我们说这个资产阶级国家 它成立这个代议制作为它的这个选举机构 它的前身是怎么过渡过来的 它的历史前提是什么 马克思就发现了 这一个它的前身呢 就是中世纪的等级代表制的机构 代表制的机构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马克思就探讨了这个 特别在这个里面 比方说他研究了这个 法国的三级会议形式 以及它的产生它的作用 然后研究了这个英国的这个议会 同时呢研究了这个法国美国的这个议会史 议会制度史 就是这样一些制度 然后通过对这些制度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就形成了 就证实了马克思在同期形成的思想 马克思通过这样一个研究 就证明了自己的一个思想 就是代议制 代议制在城市和市民阶层的影响 这个日益增长的情况下 在新兴资产阶级 和王权联盟 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和王权联盟 反对封建主的斗争当中形成了 也就是说这个代议制它是怎么形成 最终是怎么形成的 他说马克思有几个因素 一个是你城市 一个是城市和市民社会阶层 这样一个支持 这样一个支持 因为这个我们说城市和这个市民社会 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和商业的发展连在一起 和商业的工业商业的发展连在一起 所以它要求的是一个个人的权利 要求自由民主 所以它要表达 有一个表达自己这个志愿的这样一个 决定自己命运的这样一个场所 那么这个就给代议制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基础 提供了一个基础 同时除了这个可以说下层老百姓的这样一个 就是忠诚也就当时市民社会的要求以外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上层的这样一个政治联盟 这个政治联盟主要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王权的这样一个联盟 王权的联盟 由于这样一个联盟反对封建主义 所以是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代议制 那么这个代议制 它进一步的发展就是立宪制 就是立宪制 是争取这个政权和获得统治的资产阶级 用以封建制度对立的国家形式 就是它是立宪的 而就是说以法律为根据的 而不是以国王的意志为根据的 所以这就形成了这个国家形式的这样一个更替 这样一个更替